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03月28日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郑鑫 今天讲的课程的话 是使用Python 爬去拉钩招聘数据 关于拉钩招聘数据的话 它的反扒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里建议那些零技术的同学 你要么提前就走 要么的话你听下来就一定要跟着 继续往后面去听 你听到一半的话 你肯定是听不懂的 所以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课题 然后这个课题的话 其实是我们VIP课程里面的一次作业 像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作业 其实每次提交作业的话 都是在下面 都是在下面去敲我们的一个代码 最终把整个文件发给我 然后我就检查一个作业 然后最终的话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 这个是VIP的 但是你们公开课的话 就只能看到这一个录布了 所以我们开始来讲 我们去爬取拉钩数据 拉钩数据第一点 它的反扒非常强 它不仅是Headers 还会有cookie 第二 它不仅是一个cookie的话 它在patch的过程中的话 是一个post的一个请求 所以会非常复杂 这是关于我们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拉钩招聘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 你直接在百度上收一个拉钩 然后输入python 你就能请求到这一个数据 回车之后 你就直接能请求到 在我们下面这些数据 我们把它给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重新加载一下 这个地方是卡的的吧 重新回车一下吧 你搜索一下的话 这里面就会出现我们的一些数据 对吧 但是这些数据的话 你最终去得到的时候 你是得到和网页上显示的会不一样 这里我们还是去检查一下 就是点击我们的一个鼠标右键 点击一个检查 点击检查之后 我们打开一个开发者工具 打开一个开发者工具 点到network这里面 然后重新把它给刷新一下 重新刷新一下之后 就会有我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先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它显示出来是我们的一个网页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网页 但大多数时候 你直接去请求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个网页里面 没有这一些数据 没有任何数据 这里面全部都没有 这个并不是它没有 只是它把这些数据 作为了一个隐藏 那么我怎么去获取 它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这一个的话 拉钩这里面 如果你获取不到 你就点到XHR这里面 然后去检索它这些数据 像你点到XHR 这里直接就能看到这些数据了 像第一个的话 是一个position objects 这个position的话 是职位的一个意思 你点进去 然后点击到这个response 或者点击到preview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接口数据 然后你继续去分析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一个职位数据 这个里面我们继续把它给点开 继续去点开 它这一个result result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到 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职位数据 所以我们等一下 爬取的时候 应该是爬取这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请求 这一个preview的话 是展示我们这一个 效果的一个内容 response 是我们这一个 响应体里面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要的是 这一个数据 对吧 我们发送的一个请求 应该是在headers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去请求这一个url 然后这个url 请求的话 是一个post请求 对吧 这个地方又会有问题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分析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代码 所以我们现在请求 请求的话 我们不再是请求上面这一个了 因为我要的一个是职位数据 是这一个response 要这一个response的话 我直接点击 点击这个headers 我把它的一个网址给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一个post请求的一个内容 转化成我的一个passion代码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先去安装一个request 库 这个地方我已经是提前安装好的 所以我不再去安装了 所以我直接import一下 import request request 然后我们直接回车 这个地方我们去请求一下 我们直接给个response 等于一个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get get请求 然后get里面的话 给我们的一个url 对吧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get请求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post请求 对吧 post请求 那么我把这一个url的话 给它丢到上面去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url 请求的一个网址 url 然后我们去post 去请求这一个url 对吧 但是我们post请求的话 不能这样直接去进行一个请求 你直接进行请求的话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一个效果的话 是是没有数据的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点text 然后把它给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打印一下之后 这里直接提示我了 这个地方请求太平凡了 请稍后再请求 然后他把我的一个ip给返回了 这个地方的话 并不是说我请求太平凡了 也被封代理了什么的 这个地方很多同学就一开始 这个的话 有点类似于我们爬虫里面的一个投毒的一个情况 投毒 投毒 专业术语 投毒 这个投毒的话 就是有时候你去爬取一个网页 然后你请求的明明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得到的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内容 因为服务器它给你投毒了 它给你返回了一个 你印掉之外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我请求频繁 只是我被识别了 或者是我请求的一个格式不一样 被识别了 被识别了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把它继续给完善一下 我们继续的 继续来看 我们继续去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我们是一个post请求 对吧 post请求的话 除了请求我们网址 他应该还携带上他这一个表单里面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得把这一个数据给他加上去 这个数据是我们的一个dat dat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点到这个viewsauce这个地方 点击viewsauce 然后复制一串 counter加c复制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他复制一个内容 dat 这是我们请求的一个参数 这个的话 其实是我们原格式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参数也给他传进去 dat dat等于一个dat dat等于一个dat 然后我们继续去请求 继续请求的话 我们还是得不到数据 按照正常情况下的话 正常情况下 我们post的请求 只要正常 情况下 只要传入我们的一个url和我们的一个dat就行了 对吧 这个地方我肯定是遭遇了反爬 我也没有请求频繁 那么我反爬的话 我继续去进行一个反爬 肯定是我的一个headers 对吧 headers headers等于我们这一个内容 headers等于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继续往后面去敲 把我们的一个headers给他复制过来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user engine 对吧 这个不用讲了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几个内容 常用的几个内容 一个是user engine user engine 然后把它给加进去 逗号 这个地方 后面的话我们是一个逗号 一个是user engine 然后我们爬的一个拉钩的话 这个地方我再去加几个残酸 第二个是我的一个orange orange是我从哪一个网址发送过来的 这个地方我们也给他加一下 就是我主战的话 我是从拉钩请求过来的 然后再给一个reference 这一个是一个防盗链 防盗链 这个东西我们也需要给他加上 因为这个防盗链你不加的话 服务器可能还是会把你给反扒 所以我继续给他加上 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 已经已经获取了 然后把这个headers继续给他加上去 headers headers 等于一个headers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 圆码信息 以及防盗链 然后最终我们继续去请求一下 继续请求一下 还是得不到数据 对吧 我这个地方headers我已经加上去了 但是还是得不到数据 那这怎么搞 我肯定 这时候我想是不是cookie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需要我的一个身份信息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继续去复制 复制我的一个身份信息 这个地方的话 cookie比较多 比较多我们也不影响 我们直接把cookie给他复制过来就好了 复制过来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他继续复制过来 这个ga什么的 对吧 这一长串我们的一个身份信息 把它继续给他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的话 我们丢到这里面去 丢到这里面去 丢到这里面去 我们继续去看 继续去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继续去运行一下 继续运行一下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地方还是得不到数据 对吧 我有headers 有cookie 我这些防盗件什么都加了 还有一个hosts 我们也加一下 这个hosts的话 是他的一个主战 从哪一个主战过来的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hosts这个 这个参数我们也给他加上 按照我们正常情况下 只要我们传了这些参数 百分之百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他与浏览器是一模一样的 浏览器有我们的一个headers 我们这里也有 有use-edit也有 有orange也有 有reference也有 有cookie 我们这里也有 对吧 然后我们最终发送 这一个post的请求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内容的话 差不多就正式开始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 关于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的话 是难度比较高的 所以这里零基础的同学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继续往下面去听了 因为我下面的分析的话 会十分复杂 其实我们上面的一个分析过程 包括我们的一个编写过程 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没有一点错误 所以没有一点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究竟是哪个地方不对 是我们分析的一个过程 然后本节课的话是有录播的 然后你听不懂的话 也可以加进气老师去找他 详细的去找他 去要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录播吧 难度会十分大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 这一些内容 然后听到现在的话 没问题的同学 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同学 你也不提了吧 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听不懂 都能跟得上对吧 这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流程 这里的话我们这一个录播的话 只有本期的一个录播 就打卡截图的话 只有今天的一个录播 对这个地方你要记得 要打卡截图 不打卡截图的话 助理老师是不会发给你录播的 以及跟助理老师说话的时候 要客气一点 如果你不客气的话 助理老师也是不会发给你录播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看了 继续往后面去写 这是我们刚刚的一个分析过程 以及我前面认定我这 所有的一个内容都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这里我们一想的话 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我们唯一能出现问题的 应该就是这一个cookie了 你发现没有 这个cookie这一串内容这么长 这个cookie是不是可以改变的 或者我们请求的时候 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这个cookie它可不可能更新 或者它的一些数据会发生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个cookie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问题出现在我们的一个cookie了 然后cookie怎么去解决 如果cookie有问题的话 第一 它可能是因为JS解密 由JS去改变了它cookie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user engine 然后等于这一串内容 对吧 它可能用JS请求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的话 那么服务器你得到的一个数据是不一样的 那就不行了 session的话它是存在于我们这一个cookie里面的 session的话它是一个绘画 绘画是存在于我们cookie里面的 所以我们只要给cookie就行了 这一个的话是 录播的话 加我们静奇老师去获取 加静奇老师去获取本节课的一个录播 所以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session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一个内容的话 那么我应该去分析一下 这个cookie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它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怎么去分析 这时候分析的话 如果你直接在这个浏览器上面去分析的话 注意你直接需要点击一下这一个 点击这一个内容 把它历史的一个cookie给它删除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的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应该是找cookie的一个产生 找cookie的生成 生成对吧 在我们浏览器中是百分之百可以反请求的 那么我们这里不能请求 肯定是与浏览器哪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去请求一下 你请求session的话也没用 请求session的话你也获取不到 那个客户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所以我们要去找这一个cookie的一个生成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先 注意在我们分析这一个cookie生成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历史的一个cookie给它删除一下 你不删除的话 它加载的还是历史的一个cookie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完成 点击一个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点击一下这一个内容 然后继续点击一下这个cookie 你发现它这里又会产生了一个cookie 这种情况的话 你去分析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分析 都会是一个错的 因为它这里原本有一个cookie 你重新去分析的话 它还会是加载历史的一个cookie 所以会影响你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要把浏览器里面的一个cookie 全部把它给清空一下 但是我这里的话 我要把浏览器的一个cookie 全部给清空一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点击一个内容 点击我们的一个设置 点击设置 然后去点击下面 点击我们高级 点击高级之后 我们去 这个地方我们清理计算机 然后不是清理计算机 是清理我们的一个历史数据 这一个不是这一个 是清空我们的一个缓存 清空我们的这一个缓存 注意 要清空所有的一个内容 但是这里的话 我不清空的 因为这个浏览器 我经常使用 所以我重新打开一个新的东西 去进行一个清空 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 这个地方稍等一下 这一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浏览器 像这一个的话 用户和这一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用这个新的浏览器 去请求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去请求一下 我们继续复制一下 复制之前的话 我们去打开一个内容 打开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复制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打开一个开发者工具 然后点击一个检查 点击一个检查 然后我们直接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 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新的一个请求 对吧 然后这个新的请求你看到没有 这个新的请求的话 它还会提示我们去领这一个红包 对吧 提示我们领红包的话 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去进行请求 它才会有这一个红包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分析 它的一些cookie产生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我们这一个 与这一个它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把这个也给它清空一下 然后重新把这一个cookie 把它给删除一下 cookie删除 但这个删除的话 它最终还是会产生cookie 然后重新给它加载一下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也能请求到数据 对吧 请求到数据之后 我们会有这一个query 然后再是这一个all里面 我们去点击最上面的 最上面这一个 它先会请求这一个 然后再请求这一个 然后请求我们这个list 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继续是点到它两个的 两个的同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list pattern list pattern 这里是一个list pattern 然后我们去看里面的一个内容 看它的一个内容的话 是我们这一个response response给我们返回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里 这一次应该是清空成功的 清空成功之后 它这里就会返回给我们的一个response 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体给我们 然后这个响应体里面 它有去设置一些东西 这个地方有去设置 第一句话 去设置我们的一个session 这个应该是一个session的一个id 然后第二个去设置我们这一个id 然后设置它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内容 不用管 第三个 它这里设置了一个xhttp token token的话一般是一个令牌 对吧 但是我不清楚它 它这个令牌是什么 那么我继续往下面看 这个就是我们设置的一个cookie 对吧 那么这一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尝试 把它给复制一下 就是set cookie的话 那么它下一次请求的话 get我们的一个object的时候 它就会携带上我们的一个cookie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个xhr里面 这个position里面 这里面去请求的话 request一个header 然后这里面请求 就会携带上我们这些参数 这些参数它会携带 但是这里面是经过前端页面 去进行处理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请求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还是看到前面这一个吧 这一个设置的一个cookie 这个设置的一个cookie的话 在我们这里 我们先复制最前面这一段 我去试一下 前面的一个cookie不行 对吧 那么我把cookie换着 把它换一下 我再去请求 我再去看一下行不行 这个地方换一下 然后我们去点击这一个内容 点击这一个内容 然后回测一下 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你去请求 这里还是请求太频繁了 对吧 请求稍后再进行一个请求 这个cookie不行 那么我继继续换第二个换第三个换第四个 我一个一个去尝试 这一个cookie 或者你把它们全部一起复制过来也行 因为它就是这一个cookie 你全部把它一起复制过来也行 但是这里的话 我复制到这一段之后 我去请求一下 给它run一下 run一下 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请求到我们这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请求到这一个数据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一个headers headers请求这一个内容 这一个dat我们给了进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pn等于一个e 这个我们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请求的一个内容 这个我们重新再运一下吧 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 这个地方还是请求不到 那么我换另外一个换另外一个 这个cookie 然后重新把它给点击一下 复制一下它这一串内容 这一串xcode demand 按着 Country加C Country加C 然后Country加V复制过来 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还是请求太频繁了 这是我们这一个cookie的一个内容 这个cookie的话 与我预想的一个结果是有一些差距的 不过不影响我们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cookie的一个获取 这个cookie的话 我们继续来获取的话 它还是没有得到这一段内容 还是没有得到 得到这一段内容 可能是我复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吧 我再把浏览器给它清空一下吧 清空一下 这个地方 确实是 这个地方有一点尴尬 与我客户调试的话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过也不影响 等一下我可以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翻车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翻车 只是效果 与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去进行一个改变的 所以这一个内容 我们需要去变动一下 我先继续把它的一个数据 给它清空一下 然后重新去加载一下 清空 去最上面的这一个内容 继续把它给复制一下 是我们的那一个 请求的这一个 不是刷新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不是一个刷新 需要把它再次清空一下 清空一下它的一个数据 然后加一个新的进来 复制过来 然后点击我们这一个检查 然后重新给它复制一下 直接申请就行了 你可以直接去申请 如果直接可以申请 我给你扯这么多 扯这么多东西 扯这么多东西干嘛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是背过课的 虽然现在与我背课有一些差距 但是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是获取不到数据的 你用Session也不行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点击一个network 然后去分析里面的一个数据 分析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继续看到这里面 继续给我们去设置这一串内容 对吧 我把这一串内容给它复制过来 把它给加进去 然后去请求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cookie 然后是我们这一个请求 Headers是这一个 然后上面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拉钩 然后mozero 5.0 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就得到了 对吧 应该是刚刚那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时销性过了 时销性过了 所以没有得到我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我重新刷新一下 复制过来之后就可以了 这个内容你注意一下 你只能给这一段 就你用Session的话 有些东西它维持 你Session你没办法改变 它的一个ojects加载的一个数据 那么ojects加载的一个数据 但是你又会多出很多的一个cookie 你看一下它原始的一个cookie有多少 你Session不能维护那些cookie 那么你去请求的时候 你还是会报错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去找它原始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产生 然后单独使用一个 一个数据 你看这一个去请求的过程中的话 它会携带上的一些数据 这是关于我们那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请求的话 参数就已经传进去了 参数就已经传进去了 然后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了 但是我们这样去写的话 会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cookie的话 我刚刚还行对吧 刚刚还行 我现在再去请求一下 还行 多请求几次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不可以了 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请求太频繁了 请稍后再进行一个访问 这个地方 我多请求那几次就不行了 那么我每一次 我都要去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cookie 然后重新再来请求 我觉得这样不太现实 对吧 所以我肯定不那样去干 这个是我们后面 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关于这部分问题 没有问题的同学 敲个1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同学问一下 如果你关于这个UIL 等于一个UIL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样给 你像你那样给也可以 不懂的同学 敲个2给我看一下 好吗 这个课程的话讲 今天这一课讲的是VIP VIP课程里面 第二次课的一个作业 像这一个的话 是我们VIP课程里面的 一个第二次的一个作业 其实我们作业的话 是有两个需求的 今天的话 我们去讲前面这一个需求 讲前面这一个需求 所以是这一个 为何用Post请求 这个您技术的同学 你先把技术补一下好吧 这个地方 关于他为什么用Post 为什么用GET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或者你要入博去看一下好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找进去老师 要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入博 去看一下前面的 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一下 这就VIP课程了 VIP课程里面的一个作业 作业里面的一个作业 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吧 其实我们刚刚分析的一个过程的话 就我们Cookie出现了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继续去分析这一个Cookie的一个产生 然后我们是分析到了这一个内容 对吧 分析到了这一个请求 然后到浏览器里面 把它给复制一下 然后这一个复制作业 这个地方我们再次去刷新的时候 你看一下 再次去刷新的时候 我们还是点到Od里面 点到Od里面的话 你去看第一个内容的话 你会发现他这一个response里面 没有给我们去设置一个Cookie了 没有设置一个Cookie 也就是不可以复制之前那一串内容的 这个是因为他在浏览器 本机的话去进行的一个更新 里面涉及到的知识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http请求 http的一个请求 三次请求 以及包括我们Cookie CSU的绘画维持 以及我们Cookie的一个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把它的一个数据 继续给它清空一下 清空浏览记录 把所有的数据给它清空一下 然后把这个页面 重新给它清空一下 然后重新刷新一下 清空刷新之后 我们继续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个数据 上面的一个数据 然后继续往下面翻 这个地方又有我们这一个setcookie了 对吧 这是服务器给我们去设置的 然后把这一段内容继续复制过来 继续复制过来 然后丢到这一部分内容 然后把它往前面去走一下 然后继续给它运行一下 这里的话就继续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但是这一个内容的话 你多请求几次之后 它又会失效了 多请求之后又失效了 像这个地方我多请求了一次 多请求了一次 但是它立马又给我失效了 这个地方是我真的操作平凡吗 并没有 所以我们要去解决这一个问题 就 就重复的去获取这一个IP 像是重复的获取IP的话 在我们爬虫里面 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 叫做我们的一个 之前我们用过一个IP对吧 我们去爬取IP的时候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IP词 IP词 那么我们这一个cookie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构建一个cookie词 cookie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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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cookie词的话 获取也很简单 就我们只要去请求一下 然后把这一串内容 给它复制下来 对吧 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把这个cookie 丢到我们词子里面去 我们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给请求出来就行了 请求出来 但我们今天的话 不去讲这个cookie词的一个搭建 因为这个cookie词的一个搭建的话 在我们VIP里面的话 其实也要讲很久很久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去搭建了 我们就摸你cookie词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请求 就是请求获取cookie 请求获取我们的一个cookie 然后再把这一个cookie 丢给我们下面这一个请求 去进行使用 这样我们就简单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来想一下 这个cookie我是怎么获取的 我们cookie的话 我们不可能直接get去请求 这一个cookie 对吧 我们get的请求的话 我们应该是请求这一个页面 请求这个页面 我得到的是什么 我得到的应该是它里面的一个html 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 前面一直学的一个内容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数据 但是在我们这一个里面的话 其实 这个数据它也会被服务器返回给我们 像我们浏览器里面显示会有这些数据 实际上我们得到的也会有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怎么去提取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所以接下来我去获取这个cookie的话 我就不看下面的这一部分内容了 我先把下面这部分内容给它注视掉一下 我先来获取一个东西 就是获取 获取 获取服务器返回的一个cookie 前面我们学过 如果我们要请求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去请求就行了 那么我们去请求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cookie是从那里来的 cookie应该是请求这一个网址对吧 请求这一个网址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url url等于这一个内容 我们请求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是一个request 点上一个啊 这个是get还是post我不知道啊 我去看一下浏览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请求 啊这里是一个get请求 所以我这里用的话我也应该用get请求 因为服务器是get请求 啊所以我要把这个url给它传进去 url给它传进去 然后我得到一个response 啊response 注意这个地方是response 不要response.text 这个地方我们要的是这一个响应体 啊因为响应体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信息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方法 等一下我们要获取的一个cookie的话 啊也存在于这一个响应体里面 然后我这个响应体的话 我也给它加啊 请求我也给它加一个反吧 加上我们这一个useendit 所以我去请求这一个内容的话 我把这个heads给它加在这里面吧 heads等于我们这一个括号 然后在这里面去加我们的一个useendit 在这里面去加useendit也可以 好了这个useendit加上去了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response对吧 我们print一下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请求到数据啊 这个啊这个请求的话 应该是返回我们刚刚那一页的一个页面 但是这个页面里面其实是没有数据的 这个页面我们可以获取成功对吧 啊但是这个页面肯定不是我想要的 你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你想要的吗 这个页面里面是一个空白的啊 没有我们信息 没有我们所有的一个内容都没有对吧 这个地方它只有我们啊 头和尾中间的一些职位信息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的 啊所以这个数据我是不想要的 然后我们继续来啊 我想要的话 我想要的不是它的一个htm吗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一个cookie对吧 想要的是cookie 然后在我们这一个response对象里面的话 我们点text方法是获取我们的一个text 那么我点cookie 那么我可不可以用点cookie 直接获取我的一个cookie内容啊 这个地方没有出来对吧 我去敲一下 我们看有没有提示 这个地方直接会有一个提示 直接response点cookie 这个地方就会有啊 有这一个方法对吧 有这个方法我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我重新再给它run一下啊 看它打印的打印的话 它就打印了我们的一个cookie 这个cookie的话应该就是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啊 那么我们下次去访问的时候 只要用这个cookie去请求 是不是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cookie的一个获取 cookie获取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请求其实请求请求我们这一个网页 然后打印我们response里面的一个cookie 就得到了我们这一个内容 其实这一个response的话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一个response headers啊 其实我们打印的是response headers里面的一个cookie 它给我们是seed cookie seed cookie的话就是获取的 我们直接获取cookie就行了 获取我们的一个cookie是 所以这是我们用代码去进行一个实现 代码实现的话我等一下去请求 我应该会频繁的去请求 以及多次的去进行请求 所以我把这一串内容给它封装一下 我把它封装一下 把它定义成一个方法 def def我的一个getcookie cookie 然后把它全部给它给上 然后把它给缩进去 缩进去之后我可以得到这个cookie 这个cookie的话最终我也把它给返回一下 return return我的一个cookie 然后最终的话我们在下面去打印一下 这一个print我们的一个getcookie getcookie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下 然后这个打印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会有很多个cookie对吧 其实很多个cookie它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对于cookie来说的话 你可以多给 但是不能少给 你关键的一个内容 你给上去就行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 直接给它携带上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cookie丢到上面这一个内容 去进行一个请求就行了 所以我把上面这些内容 我把它往下挪吧 然后把这个getcookie的一个方法丢到上面去 丢到上面去 这是我们上面这一个请求cookie的一个方法 关于请求cookie这个方法 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敲个一都给我过了好吧 听不懂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继续来请求下面的这一个内容 全部把它给刷新一下 给它注视掉解释 注视掉解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ua对吧 我们的一个参数 然后参数里面会给我们的一个cookie对吧 这个cookie我不能从浏览器去复制了 所以这个cookie我不从浏览器去进行一个复制 那么这个数据我从哪里来 这个cookie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在这里去进行一个传递 就是我们在这个post里面 可以传我们的一个url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加 所以cookie不丢到headers里面去传递 我们丢到这一个post请求里面去传递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 看到圆满里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传给的一个参数的话是我们这一个cookie的一个参数 cookie的一个参数把它给复制过来 然后把我们前面这一个返回的一个cookie给它 对吧 这个返回的一个cookie的话 我们应该是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一个地方 复制到这一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把它收集一下吧 这个地方给一个cookie 等于我的一个getcookie 获取一下这个getcookie 然后把这一个cookie的话 传给我们下面这一个cookie就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再次去进行一个请求 再次请求 再次请求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卡了对吧 然后继续得到了我的一个数据对吧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没有继续去复制cookie了 我只要请求就行了 请求之后就能得到我们的一个cookie 继续去运行一下 继续运行一下 又能得到我们的一个cookie 再运行一下 又能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其实我们前面的话 顶多请求三次就没有数据对吧 但是现在这一个爬虫的话 他不管你三次也好 十次也好二十次也好 不管你多少次 他都能爬取数据 因为我们这一个cookie的话 每一次都会重新去获取这一个cookie 然后每一次重新去进行一个打印 所以这是关于我们第一部分的一个请求内容 请求内容我们就获取到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没问题的 同学敲个1给我看一下 听不懂的 同学敲个2给我看一下 其实这个内容的话还是非常难的 真的非常难 就算这个爬虫的话 你去外面接单的话 我之前那个学员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是接了一个单子 大概300多块钱 一个人让他去爬这个拉钩上面的一个简历 因为他们公司的话 人是招聘需要这一个数据 然后去进行一个构建 如果可以拿到的cookie 如何去使用这一个cookie 这个你还是初学者 你先用这就行了吧 你这个 这一个爬虫的话不算什么 这个爬虫都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爬虫 你想一想 然后你这里每一次都获取cookie 你是不是很麻烦 这个cookie的话 他可能能用 可能不能用 不能用的你怎么办 每一次都获取最新的吗 如果你是一个登录的 你登录的账号 你如果需要登录的话 你就不能随便的能获取到我们的一个cookie了 你应该要摸你登录 然后再继续登录我们的一个数据 所以是这一个cookie词的话 用在登录里面 这个拉钩的话 这个比较没有一个登录的 所以我们直接请求就能得到这一个数据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cookie词的一些东西 这里50多个同学只有这几个同学听懂的吗 其他同学的 其他同学是在做梦吗 还是一脸懵逼 懵逼就算了好吧 跟不上确实没法子了 这个是我们VIP课程里面的一个知识点 难度的话已经非常高了这个难度 然后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的话 很多细节我也没有去进行讲解了 这是我们这一个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吧 继续往下面去看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打印了 打印完之后 我们应该去解析里面的一个数据了 这个讲得太快了 讲得太快的话 你可以要录播去看一下好吧 要录播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 看着路门课就来看我们这一个 那你勇气可佳 这节课确实是很难 这四点已经比较难了 然后我们第一部分的一个需求 就已经做出来了吧 第一部分的一个需求已经做出来了 这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一个需求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第一部分的话 应该是请求前十页的对吧 前十页的一个数据 将信息写到文本里面 然后我们要获取的是这些数据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city 一个是comply 还有一个comply size 然后学历职位薪资 以及我们的一个工作 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信息 然后继续来吧 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完成这一个作业 我们要去提取里面的一个数据了 提取数据之前的话 我去做一个处理吧 因为现在我打印的话是一个文本内容的 文本内容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文本内容的话 我们也要把它变成一个节省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 response里面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接口爬虫 你可以直接response点上一个节省 这样我们去打印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字点的格式 标准的一个字点格式 所以这个字点格式就可以用我们字点的一个方法了 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data等于这个response点上一个节省 然后这里我为了 为了方便等一下我去进行提取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导入一个东西 import我们的一个pprint pprint被称之为漂亮的打印格式化输出 所以我们pprint这一个data 我们重新再来看一遍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print data 还有一个是一个pprint data 看一下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差距 一个的话它打印的是一个字点对吧 还有一个的话 最前面的这个print我们的一个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我们看一下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差距 我们翻到最上面去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response点text 对吧 点text它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这里的话它不会有我们这些 不会有我们字典的一个格式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text text对于我们接生数据的话不要使用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它了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接生 对吧接生得到的话是我们这一串直接把它给打印了 后面的话我们用pprint去打印这一个data的话 这里打印出来就是我们格式化的一个内容对吧 这种看起来是不是更加舒服一些 以及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pprint的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打印 这里我给它注释掉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后面我要去进行一个提取了 我看一下我要提取的一个内容 一个是我的一个city 然后是一个公司名字 还有我的一个工作时间还有一个职位对吧 工作时间职位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注释一下吧 放到这中间注释 然后我们去写里面的一个需求 首先我们要获取到职位信息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city是位于哪一个地方 我们直接抗决加f抗决加v复制过来直接搜索一下啊 这个地方直接获取到我们的一个北京 然后这个公司的一个名字啊 公司的一个id这个id的话我们不需要 然后公司的一个啊其他的一些优惠吧 然后这一个是公司的一个logo 我不需要他的logo公司的名字啊 短的一个名字吧 然后公司规模 然后他的一个数量这个海定区的 然后公啊招聘警力上的一个需求 然后这个产品什么的 然后后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呃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位置描述 然后这一个是最后一次登录的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招聘的人登录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这一个啊 什么无形意境啊 什么产品需求 这些东西精力呱呱的 不管他了 因为我不需要获取那些数据啊 我要获取的是这一个北京对吧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公司名 一个是公司规模 一个是旋律 一个是职位啊 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是作业里面的 所以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 直接可以把它给搜索出来啊 所以我继续去提取吧 我想一下 我要提取这些数据的话 我是不是要提取前面这一个啊 字典提取前面这个字典的话 那么我前面的一个内容又位于哪一个部分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内容的话是继续往上面翻吧 它应该是位于我们的一个字典里面 这个数据的话是比较复杂的 以及它会有很多个工作啊 这个所有的一个数据的话 是位于我们这一个 result 里面对吧 然后result 里面啊 然后result 这一个字典里面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应该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个公司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先要提取到这一个 result 的一个列表 然后result 的一个列表的话 它是属于前面这一个 position result position 是职位 result 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职位的一个结果 然后职位的一个结果又属于我们的一个最上面 嗯 职位的一个结果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一个 content 里面对吧 所以我先要先要提取这个 content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提取一下 我首先的话应该是提取它的一个 result 就是有很多个公司的一个数据 i e s u l t l t s 吧 这里应该会有很多家公司 很多家公司它都位于我们这一个 data 里面 然后根据我们字典的一个规则去进行提取 我们提取的话首先是提取刚刚那一个那种 刚刚这一个 result content content 那种提取到之后的话 我要继续去进行一个提取 啊 content 我继续往下面去翻看一下 content 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提取它的一个 提取应该是这个 position result 对吧 position result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职位的一个描述 职位的一个描述 把它给复制一下 conj加 c conj加 v 然后 position result 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真正想要的应该是所有公司的一个信息 继续是这一个 result 然后把它给复制过来一下 最终的话我们把它给打印一下 for 它的一个 印我们的一个 result results 然后print print我们的 pprint吧 pprint打印更加好看一些 算了这个地方我们为了方便查看的话 我们直接用print去打印算了 然后前面这个我就不打印了 这个地方会干扰我的一个判断 所以就不打印了 然后我们运行下面这一部分 下面这部分 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我们的一个职位信息 对吧 这个地方得到我们的一个职位信息 然后这里会有很多个岗位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需求了 第一个是获取我们的一个city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字典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构建一个地 地的话等于我们这一个字典 等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字典也好 构建一个列表也可以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构建一个 我等一下要写入文本里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我直接构建一个字典算了吧 构建一个字典 然后这个字典第一个的话是我的一个city 这个是我的一个city 对吧 然后这个city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值 city的话应该是从我们r里面去取出来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给一个冒号 给上我们的一个r 然后r里面的话括号我们要的是一个city 对吧 这里面我们说一下它的一个city Country加F C I T Y 然后我们可以收到对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深圳 直接把它给复制一下city r.city 这是第一个字典提取到的 然后我们第二个第二个是一个complete throughout learn 这个我给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的名字 是从下面已经复制上去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直接复制就好了 直接把这些内容把它全部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一个一个找的话 会发现它们的一个结果完全是一样的 complete size education 然后再说我们的一个position 职位信息 这位信息 然后再说我们的一个sandry sandry sandry 然后是这一个sandry sandry 我们就直接给它pprint 这个我们给它pprint 因为上面有一个print 然后我们打印的应该是这一个d 这一个d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重新把它给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格式化好的 对吧 它的一个公司 然后公司名字 公司大小 公司教育程度 然后岗位职责 然后它的一个薪水 对吧 这个薪水的话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这是我们这一个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敲个1给我看一下 老师有语言码吗 有多少同学想要这个语言码的 这节课的话可能我讲的比较快一点 讲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讲的比较快一点 有些同学听不懂的话 我就提供一个语言码吧 但是这一节课我们提供下 这节课提供 到时候我放在录播一起吧 也是助理老师 到时候直接问助理老师要一下就好了 加助理老师微信吧 到时候与录播一起发给你们 这是这一个 关于我们这一部分应该都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 然后这个只是打印 最终的话我要把它给保存起来 然后我们保存的话 也有一个格式的一个需求 格式的话是以逗号 以逗号分割写入我们的一个文本 然后这个文件的话 是以我们.csv结束对吧 像这一个上海这个什么城 然后本科什么什么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作业提交的话 你们就算了吧 这个是VIP学院才提交的 所以我把这个格式把它给复制一下 这个格式我们其实不用管了 其实获取的就是我们的一个Value对吧 Value然后把它写入的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职位信息.csv 所以我们来写入看一下 最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为止open一个文件 open我们的一个fail 然后把这个文件的名字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model的话应该是一个W 是一个写入的一个方式 后面的话是一个incoding 等于一个utf-8 utf-8 后面的话我们i值为一个f 然后后面f.write f.write write 我们这一个什么类众 write的话应该是写入我们的一个职位信息 然后这个职位信息写入是有需求的 以逗号分割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内容给它写进去 对吧 以逗号分割的话我想一下 我这里写入的应该不是一个字典 我应该写入的是字典里面的一个value对吧 所以我应该先把它的一个value给它获取一下 values等于我们的一个d里面的我们的一个values 把它的值全部给它获取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值的话它是一个对象 我们这个写入的话只能写入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类似于列表的一个结构 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这里我们变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给逗号分割 然后点上一个join方法 join方法里面跟上我们的一个values就好了 跟上一个values 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再等一下吧 然后这个值位信息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只写入了一行 这个地方只写入了一行 我觉得比较尴尬这个地方 是我刚刚在弄的时候出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a添加的一个方式 它才会写入很多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重新给它run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出来了对吧 出来了之后我们去点击看一下 点击值位信息 这个地方的话没有换行 后面没有换行 没有换行 我也给它换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再给一个f.write 我们的一个-n 把旧的一个信息把它给删除一下 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这里我们就得到了对吧 得到了这一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请求的话 这个数据请求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没有 这个数据请求是没有问题 能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但是得到的一个数据里面有问题 这个我收的是什么 我收的是一个passing的 结果这里怎么传递给我这些东西 测试开发主管 游戏开发主管 后期 影视特效 高级工程师 就是基带这些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去解决一下 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去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哪个地方请求的时候 搞错了 有没有搞错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label对吧 forced list 这一个passing 然后我们第一次请求的话 是一个这个内容 看一下上面的 上面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list我们的一个passing 然后等于这一个内容 返回我们的一个cookie 然后这里的话 获取我们的一个cookie 然后再利用这一个东西去进行请求 然后这个请求的话 是从上面这个网址请求过去的 这个 这是我们第一次请求 第一次请求 然后请求到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 把它给复制过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https 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嗯 这一个的话 这个是一个本科 职位信息是什么 数据架构式 这个也不对啊 社区运营也不对啊 我们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是另外一个 我这个地方看一下我的一个检查一下吧 其实如果获取的一个结果 与你想象的不一样的话 你要去你就要去检查一下代码 看一下哪个地方是否出错了 或者是哪个地方不符合你的一个格式啊 然后这一个代码的话我重新给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请求的话 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 代码是上面这一个 然后我们的一个heads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从我们拉钩的 这个地方我把它给去除一下吧 还有一个input的 还有一个cookie的 这个请求的时候应该是出现问题的 我们重新再看一下吧 看一下他这些地方是哪个地方出现的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我们给也不要 检查 把它数据清空一下 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重新给他运行一下 然后我重新回测一下 这一个数据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肯定是一个给也不要 把它给去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数据的话 首先是这个请求的肯定是这一个王子 第一次请求是我们上面这个王子 看一下第一次请求这一个王子 最上面 请求这一个王子 然后这一个请求完之后 请求cookie 然后获取我们这一个数据 获取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cookie对吧 这个cookie的话我们可以写在这里 也可以丢到后面去 这个丢到后面去吧 然后这个请求接口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xhr 同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百分之百是没有问题的 复制一下 这个接口 你复制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都好 然后请求完接口之后 再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 这个地方请求cookie不管它了 后面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构成一个字典 这个地方直接把它复制过来也行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第一页的一个数据 第一页的一个数据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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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没有变 然后传给我们这一个dat 最后的话是我们这一个 这个请求里面的一个host host 没有没有问题 拉钩也没有问题 这一个reference 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也没有问题 再者说我们的一个useEnders 也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getcookie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运行一下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哦 真的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一个数据 我看一下我的一个贝克圆码 我的一个贝克圆码 调试一下我的一个圆码 我们的一个拉钩网站 拉钩 这个贝克圆码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内容 我看打印一下吧 这个地方出错了 给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getcookies 看一下我的一个贝克的代码 运行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贝克的圆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确实是翻车了 得到的一个数据 与我想要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检查一下 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只要是圆码的话 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地方有问题的 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拉钩的这一个 一个是这个地方 我构建了一个get data 然后get data的话 是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参数 这一个参数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构建的话是一个get data 这个地方我是构建的一个参数 可能是少了我这个sid 这个sid是哪里来了 sid是一个空档 是不是少了这一个参数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的一个dat里面 dat里面的话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字典算了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建置对的 dat等于一个括号 括号的话改成一个建置对的 我们还是复制过来一下 也可以啊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forst 改成一个建置对 改成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格式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cho这个地方 看一下 flog是这里传进来的 是我们的一个cho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都好 排斥里面的一个cho的话是一个大写的一个cho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pn的一个参数 pn的一个参数 这个pn的话是我们的一个pn的话是一个pn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要去进行一个转换吧 这个地方pn的话直接给一个数字就好了 这个数字的话我们是parg第一页的直接给一个1就够了 然后后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kd kd关键字 关键字的话是一个pass 然后是这一个 那么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等于 有没有 这一样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把这个date给它去掉 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参数 还有一个参数是一个sid sid的话我们默认的话可以给一个空的 因为它第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直接给一个空的就好了 后面给个兜好 然后直接把这一个date重新给它传进去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些微小的一些差距 微小的一些数据 结果影响了我们的一个内容 看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缺少了我们这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你分析的过程中 第一页的话是没有那个参数的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 是从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的时候 才会开始有这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继续看一下 往下面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有这一个sid了 没有给一个空感以及这个sid的话 我们应该从前一个页面里面提取一下 因为这个sid的话会存在于前一个页面里面的一个数据 在我们的一个position里面其实是有的 这是关于我们 这个最终得不到数据的一个情况吧 然后关于我们整个内容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问题的同学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吗 这个地方 拉钩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爬虫 尤其对于新手的一个东西来说 老师是自联的一个分析吗 不是啊 现在不想是 我这个我之所以爬这一个拉钩的话 是因为最近VIP学员有在问我 然后他们自己也在做 最近有些人在找工作 然后找工作的过程中 他们回过头来写这一个拉钩的话 发现自己写不出 然后问我的话 问我我交了一两个 结果问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就录制一个视频 到时候给他们自己看一下出来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都一对一的去交的话太麻烦了 这个已经不需要一个塞尔了 CSV格式的话 我觉得你说一个塞尔的话 应该是一个新手啊 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 不会用一个塞尔的一种文件 我们用的话 顶多用这种CSV的 因为CSV它也能支持一个塞尔的一些操作 而且而且它的一个数量非常轻量级 就我们在Path里面 直接用PY恰也可以打开这些数据 你看到没有 这些颜色直接标注好的 还有必要还要一个塞尔没有 其实没必要了 像这些薪资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些数据 然后最终这一个的话 我们把它给清空一下吧 老师打算公开课讲一下MySQL吧 公开课我们不会去讲MySQL 因为MySQL东西非常多 而且没办法给你讲清楚 像那个的话 只有在我们的一个VIP课程里面 才会详细的给你去介绍一下 像这个的话 我们Pathlet是一页的 这个是Pathlet的一个薪资 其实看一下的话 薪资还是蛮高的 这一个 MySQL的话 东西比较多 公开课的话 也没什么好讲的 像我们这一节课的话 会有一个案例 给你去进行一个讲解 但是你公开课的话 我讲MySQL 坐实去讲色课语句 讲那些增山改查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那个东西 自体用的 自体 你用自体反扒就行了 我这一个是装了一些插件 一些插件 这是插件构建的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 在我们这里的话 除了这一个公开课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VIP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想跟着老师来学的话 或者你想系统来学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一个VIP的一个课程 像这个VIP课程的话 我们内容是十分多的 我们是从基础到进阶到爬虫 然后到数据分析 到数据分析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系统课程 系统课程 这个是跟着老师来学的 像这一个的话 也是学这个课程的一个学员提出来的 因为上课的话 可能自己听的时候 听课听懂了 然后上课写作业也写懂了 结果又上反扒的话 自己实战的过程中不会用啊 然后就来问我 像我们这个课程是老师带着你 学基础 学我们的一个基础 学进阶 学爬虫 学进阶 以及学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其实除了数据库之外 还有我们的一个多任务 以及我们的一个网络通信 这个在找工作过程中的话 面试也问的比较多 问的比较多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特性 像我们的一个Python的三大神器 装饰器 迭代器 生成器 有同学接触过这三大神器 没有 接触过的同学敲个1 给我看一下好吗 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接触过 非常好用啊 那三个东西 后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基础Python 像我们的一个基础Python Request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Chrome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请求 像我们今天这一课的话 就是分析这一个Post的请求 对吧 分析它的一个绘画维持 以及它的一个Cookie 就是这个地方 绘画维持 状态保持Cookie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报文 像前面那个Cookie 我为什么清楚用那些内容 那些内容为什么清楚用 其实我那个Cookie的话 它是属于HTTP的一个请求报文的一种 就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里面的一个Headers 其实除了我们RequestHeaders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ResponseHeaders 对吧 Response是我们的一个响应报文 那是属于HTTP协议的 以及我们后面会用到这些像IP10Cookie 我们也会教你如何去进行使用 以及包括这一个曾经的一些反爬处理 以及包括这些超时宠存以及神经纽这些内容 其实这些课的话 你们觉得听起来比较难 等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课 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因为后面还有更难的一些爬送 像我们的一个框架爬送 框架爬送并不是简单的用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真的去找工作 其实会用到非常多的一些东西 以及包括我们后面这一个 像我们的一个反反爬提升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解释解密码 自体反爬 图片印证码 APG抓包 这些内容是我们的一个 VIP里面重点去讲的 找工作需要的 或者是接外包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整个课程 如果你想要 这个如果你只是单学爬虫的话 如果你有基础的话 你可以只报这一个单学爬虫 单报爬虫的话是1999的一个学费 1999你可以跟着老师学 有不懂的你也可以问老师 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已经是非常低了 像现在你去接几个毕业设计的话 都不止这么一点钱 但是你学了这个之后 你可以去做一些毕业设计 像有一些学员的话 有一些VIP学员 他们报名的话 就只想做毕业设计 也报名我们这一个爬虫课程 然后既然既能做毕业设计 又能学一门技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像这里的话 我们VIP也会提供各种解答 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老师 这是我们这一个课程吧 如果你想要跟着老师学的话 有老师手把手 带你去学 有不懂的可以问老师 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找老师 可以叫我们的一个客服老师 清风老师 找他去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 以及整个课程的话 都是比较便宜的 老师入门说了一个Yard Yard它是属于生成器的一个基础 以及是我们迭代器的一个基础 它在Scrippy里面用的比较多 Scrippy里面的一个数据返回的话 都是用的是一个Yard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跟着老师学的话 我们最 还有同学在吗 在同学敲个E给我看一下好吗 这个地方 Scrippy里面的 不是Scrippy里面的 是Scrippy用的它 Scrippy里面用了我们的一个斜程 Scrippy它是一个E部的 所以它用了一个斜程 所以它速度才非常快 像真正工作中的话 你去爬这个拉钩的话 你可能只爬取一页吗 不可能只爬取一页 你爬的话 你要爬大量的一些数据 老师的一个Scrippy入门 公开课Scrippy入门的话 我们都是讲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吧 因为只是一两个案例吧 真正去写的话 你要清楚它的一些特性 以及它各种组件 Scrippy如何爬图片 如何爬全站的 以及各种中间键如何去使用 如何去设置反爬代理 如何去设置 设置它的一个字体反爬 如何去设置它使用代理词 其实那些东西才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是框架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是一个VP的一些东西 其实学不会Scrippy 不用考虑Request的这些 Request是封装的 Scrippy是封装的Request 封装了XPass 封装了CSS选择器 所以基础的话 还是一样的去进行一个学习 像我们这个课程 爬虫课程的话大概是二十二几个 二十二几个 我们为什么能二十二几个 把这个爬虫给学完 其实都是一个选序精进的 就前面的话 你学了一些基础之后 你后面再去学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重新去学了 像很多新手在学习过程中的话 可能反复去学 今天我学CSS选择器 明天我去学Scrippy 后天我又要回来学CSS选择器 为什么 因为你学CSS选择器的时候 你没有把CSS选择器全部给学完 像CSS选择器 它有标签选择器 标签选择器 ID选择器 类选择器 责代选择器 后代选择器 为类选择器 属性选择器 这些选择器 你想一下你选择多少 所以你需要反复的去进行一个学习 如果你基础学得好的话 其实一遍把CSS选择器 学会之后 学会这些内容之后 你再去学这个Scrippy的话 就非常简单 因为Scrippy里面的一个核心内容的话 就是一个请求 然后请求服务器得到数据 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响应题 然后在Scrippy里面也是一个响应题 然后响应题要使用 使用一些方法去提取数据 你也可以response的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点上一个json的类的 去提取它的一些数据 因为它封装的就是一个request 然后封装的也是我们前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是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学习 学起来其实是蛮快的 还有我们这个mongodb 包括一些redis的 以及有不懂的 可以问老师 这个课程的话不用说了 基本上是很实惠的 以及我们的一个价格的话 也比较便宜啊 爬充课程 我们整个爬充课程的话 是1999 1999 以及你学了之后 也非常的去 好去做这一个内容 我们也可以在腾讯课堂上 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课程吧 这个课程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你 因为你学这个课程的话 第一它的一个难度的话 难度 难度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以及你学了之后 你直接可以去做外包的 不像其他的一些技术 如果你学外包 如果你学前端 你学了很久之后 你学了很久之后 你还要去做这一个内容 你学了很久之后的话 你不能去做东西 不能用你的技术赚钱 其实是白学的 像这个爬虫的话 你学完了之后 你直接可以 去接一些外包去做的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腾讯课堂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我们的一个情能教育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一个课程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爬虫课程 整个爬虫课程的话是这么多 像我们的一个爬虫课程里面 也有一些评论 这是学员发表的一些评论 像他的一些评论在这里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像这些上课的一个学员 基本上是上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些学员了 上了非常久的一些学员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 也可以在官网去报名 但是官网报名的话是没有优惠的 官网报名你只能得到这个1999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是加我们清风老师的话 加我们的一个客服老师 他会赠送一个298的一个基础课程给你 像有些同学只想学爬虫 但是没有基础 那么我们赠送一个基础课程给你 不需要收取你的一个费用 因为这一个赠送基础的原因 是因为有些同学 他为了省钱 他只想学爬虫 只想做毕业设计 或者只想做外包 不想多花这两百多块钱 所以他不学爬虫 结果学爬虫的时候学起来非常困难 想一下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更何况是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为了你能学得更好 我们就会把这一个基础课程 就赠送给你 你学爬虫 赠送我们的一个基础课程 赠送基础课 赠送基础课 这是我们这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 这是关于我们整个课程吧 然后这里的话 关于这些地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同学 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话你想要咨询的可以问一下老师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怎么学的 以及学哪些内容 有哪些服务 老师给不给解答 以及老师给解答的时候 是怎么解答的 包括哪些知识点 包括哪一些范围 这些都可以问一下 其实我们这里 卖课程的话 也是可以 也是像你去商店买东西一样 你买之前你肯定要了解清楚 这个东西怎么样 好不好 以及哪些地方是有需要注意的 这些地方你都可以问一下 这一个 只有一个同学在吗 没一个同学在的话 我就下课算了 没啥讲的了 或者你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问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 这一个 而什么 虽然没什么讲的了 我感觉确实没什么讲的了 这个爬中课程 你们如果不感兴趣的话 我也没必要介绍给你们了 你们想学就学嘛 不学就算了 其实学不学与我没关系 这个课程你学了 当然能学到一门技术 自己自己去赚钱也好 还是兴趣也好 那是你们的一个事情 这一个 学生老师 这个最后 收益费钱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只是VIP中的一个小 一个小作业 这个的话VIP我们 这个作业的话 估计后面也要更新了 像VIP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们一般不会拿到公开课台讲的 这是这是一个作业 所以讲个作业没什么关系 像VIP的一个系统课程的话 比这个还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们系统课程要 反复的去进行一个备课 以及上课的一个案例 你学不学得好 因为学得不好的话 我们学得不好 肯定是不行的 最好的东西 我们肯定是给了一些VIP学员的 因为它是付了费的 以及整个爬中课程的话 是可以 你报名的话 也是可以分期的 分期 分期的话 你可以分三期 六期 九期 十二期 像分期的话 都是我们的一个分期 其实要求于组的一个课程 你分期十二期之后 价格的话 已经十分便宜了 以及你学习的话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 你跟着老师学一遍 然后我没学会怎么办 像那个JS解密它非常难 字体反发非常难 图片识别非常难 以及Scrapy也非常难 我一遍没学会怎么办 像我们这里的话 也有活动 可以保证你学的会 叫做一个包学会的一个活动 包学会 包学会 像这个包学会是意味着什么 像有些同学 他会担心自己学不会 或者有些同学 有些同学担心自己 突然出餐了 领导安排自己出餐 出餐一个月 结果这一个月 站上课 没有时间听课怎么办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学员 能够学会我们的一个课程 所以就启动了 这一个包学会的一个活动 当然这个活动的话 只是活动期间 才会有这一个名额的 这个名额的话是两个 清风老师给我的 只有两个名额 包学会的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这个包学会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一次 就是一次直播课程 没有学会 没有学会 那么你可以重修 可以重修 可以重修 就是你可以再学一遍 可以再学一遍 如果你再学一遍 你还是没有学会了 那么你可以重复的重修 直到你学会了为止 或者是超过了两年 就不能重修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包学会的一个内容 想一下两年之内你还学不会 我觉得也没必要学了 早点早点放弃算了 有回放 我们这里是有回放的 我们是有直播 我们会有录播 会有课件 会有圆码 会有作业 以及老师的解答 解答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VIP的话 肯定不能像公开课这样 公开课我们顶多给你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备课的时候 也不会花精力去 进行备课课件 为什么 因为花精力的话得不偿失 公开课很多都是在白嫖的 所以讲一个知识点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的一个VIP的话 就不一样 VIP的话 别人是付了费的 肯定要给他最好的体验 对吧 D1版的一个待遇 所以像我们的一个内容 去进行讲解的话 我们会有这种课件 课件的话 都是MD文档的 这种 像我们的一个课件 都是一些MD文档的一些课件 你看了直播之后 就是对照课件去看一下就好了 像这些几页验证什么的 我们都会给你去进行一个过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进行一个教你 然后去讲这些内容 然后这个是我们VIP的一些 包括一些原码 这些代码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跑的 这个是APP爬虫的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个 JS解密的这些内容 禁止白嫖 不是禁止白嫖 公开课本身是免费的 本身是免费的 只不过我们想在公开课 去找到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一些学员 你想一想 其实一千多块钱 你说缺一千多块钱 其实都不缺这一千多块钱 有些人可能为了省钱 所以只想听公开课 学一下案例 我觉得这种没有关系 因为公开课本身是免费的 所以说不上白嫖 但是有些同学 他愿意想学的更好 以及想有人指导 以及有人帮助他去进行学习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付费 像这个地方 你可以报名我们的一个课程 享受老师的一个服务 象征你的话 包括我们的一个直播 直播给你去讲课 然后我们会有录播 你想要复习的话 可以看录播 以及会有配套的一个课界缘码 公开课只跟你讲的话 很多人听了很久的一个公开课 还是学不会 学不会的语音 在于你的一个代码 敲的太少了 代码量一定要提升上来 代码量不提升上来 你其实你代码不多 敲多念的话 你总是学不会的 以及有老师的一个解答 像老师的解答的话 也不局限于一个爬虫 你有其他的一个问题 都可以问 不懂的 你就问老师就行了 老师 你这你可能会担心 老师会不会 我觉得你没必要担心 其实你想一下 我是干嘛的 我是做这种培训的 以及我是 我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 研发与教学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 你们报名WIP之后 都可以问我 就算你没遇到过 其他学员也遇到过 你问我的话 基本上直接就给你解答了 像这个 这个拉钩扒充 你自己去搜的话 网上去搜 根本找不到资料 你想学怎么办 你学不了 你去找一些代码 可能是两三年之前的 像两三年的话 拉钩网站不清楚 更新了多少遍 但是你没有基础知识的话 又学不会 像这种的话 你就可以来问老师 老师直接给你解答 所以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服务 像这一个包学会 以及我们这一个服务 像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话 是一个直播授课 提供高清录播 以及我们提供与课程配套的 一个课件 圆码作业 以及老师的商科笔件 这些资料是永久观看的 以及会有老师的一对一解答 有不懂的 你可以直接找到老师 像解答方式的话 有我们的一个QQ 有我们的一个QQ 有微信 有电话 以及我们的一个远程协助 像你有不懂的话 你可以直接截图 发给老师 或者直接问老师 老师直接给你解答 像你赶不上直播的话 也可以跟老师提前请假 找老师单独辅导 如果你不请假的话 会有老师打电话 通知你来上课 所以是烧着你来上课 这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吧 这是关于这一个 其实这个整个课程的话 其实已经非常实惠了 其实你 你自己学的话 其实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进行学习 但是你跟着老师学的话 有人带你去学 那些节约的一个时间的话 你自己去接一些外包 或者是做一些案例 其实远远比你 比你自己浪费时间去学习 会好很多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课程吧 然后 有想要学习的 或者是你有兴趣的 可以加上我们 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 找他详细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课程 他也会有一些 优惠以及服务 以及具体的一些时间的话 也可以咨询他 当然加他的话 虽然是一个客服老师 加他但也不是直接去报名的 你有问题 你可以问他 就像你在商场买东西一样买 你可以咨询一下 问清楚 彻底问清楚之后 觉得何时你就报名吗 觉得不何时 你不报名也没有关系 所以是这一个 这个上课时间的话 上课时间 我们上课时间的话 是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 晚上八点到时间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周六的一个晚上八点 十点 这个时间是因为很多人 白天需要上班 然后自己的话 需要想要提升 想要拿到更高的一个性质 所以他只有晚上才有时间 包括一些学员 或者是一些上班族 上班族以及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他们在学校里的话 想要提升自己 学校里学不到什么 所以想要提高自己的技术 想以后 想找个好一点的工作 像这种高薪工作的话 他直接张口闭口 就是你多少您的 多少 多少您的一个经验 做了多少个项目 这些东西你全部要掌握 所以是这一个 以及我们这一个的话 一个时间 像这一个的话 主要为这两个打造的吧 像一些上班族的话 就是在公司的话 原本不是这个行业的 然后我想转行 想提升自己的一个待遇 那么我去学习怎么办 其实有句话说的好 就是八小时之内求生存 八小时之外求发展 你想要更好的发展 你必须投入更多的一个时间 与精力去进行学习 但是自己学又很慢 所以你可以走一个捷径 可以跟着老师系统来学 这样的话就能学得 学得更快更好 以及我们的一个周三的话 以及周日是一个写作业的 写作业 这个代码 你自己 我们学了这么久的一个编程 你应该清楚 代码的话 这种得多敲多念 你不多敲不多念 你怎么能学会我们这一个内容 像之前的话就有很多学员 学了我们的一个课程之后 然后自己 作业又不去敲不去念 然后自己学不会 结果 结果同一届的 同一届的别人把作业全部写完了 然后别人别人接外包了 然后别人做了一些东西 做出来之后 结果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 自己技术还是很菜 连一个小小的网站都爬不下来 就一个拉钩爬虫都爬不下来 拉钩爬虫的话 是属于我们第二节课里面的一个知识点 第二节课里面的一个作业 所以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多敲多念吧 不管是自己学也好 还是跟着老师学也好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跟着老师学有一点好处 就老师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你的一个学习路线 你需要学习的一些知识点 以及你该怎么去学 大概多长时间 以及你没学会怎么办 或者中间遇到的一个问题怎么办 这些我们会有一套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课程 然后关于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后面的我觉得也没什么讲的了 其实想学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课程 价格也比较便宜 然后东西的话也比较多 以及会有我们的一个服务 你要说这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 网上有没有 网上都有 只不过有些东西你找不到 但我们这里的话 主要不是卖知识的 卖这个知识 我觉得知识付费虽然说的是对的 但我不怎么认同 因为我们的一个课程 如果是像卖录播一样 直接给你一个视频 你就能学会 只卖一个视频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简单了 像我们这里的话 主要是一个解答吧 有不懂的 你可以随时找到老师 老师给你去 给你解决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并不是 自己也不会说一些不错 是因为你想要解决的东西 已经超出你的认知范围之外了 所以你永远发现不了 就像我永远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哪些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其他人知道 所以我问一下 问一下别人的话 可能就知道了 像这里的话 你报名VIP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问老师了 所以这是关于我们 这一些内容吧 然后把录播给听一下 感谢观看